就是我們在高雄的孩子 他是出生之後就發現眼癌 那他在四個月之後就採除一顆眼睛 在最近的時候 那這一段時間他一直不斷地化療 那以為說用盡各種台灣最近的醫療 他的癌症都已經消失了 但是近期又複雜 發現說台灣人幾乎已經沒有辦法幫這個孩子救他一命 所以他面對一個選擇就是要嘛就把眼睛栽除 要嘛就是讓癌細胞不斷擴散危機交換生命 所以這個人的選擇都是讓人家不適合選擇 他的家屬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決定 但是因為在日本有一個全新的技術 要把這個一個金屬片放射金屬片放在這個癌細胞的上面 讓他可以局部的治療 但這孩子呢 他已經這段時間來兩三年來已經 他家裡的錢都花光了 已經沒有錢了 那經過蘋果日報報導之後呢 開始發行群眾的募資 開始已經拔到解決錢的問題 但是呢這個簽證的問題其實 是他這段時間一直在去需要克服的部分 他很感謝市長在這事情發生之後 主動的指電給我 他也請社會去了解整個狀況 非常感謝市長 那昨天的時候也很感謝市長 這個過程當中 請行政院部署中心的陳正恩執行長 率隊到日本交通協會 很不斷釋出進行 這個恰 那這過程當中其實好多人的支持援手 包括這個立委趙天林 還有謝長平大使 在第一時間接到消息之後 都不斷的挺出協助 那其實什麼事情我們可以知道之後 高雄的孩子發生這事情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高雄市政府應該辦以後論 甚至是更 及早來做一個 了解他的實際狀況的時候 但是過程當中 因為媒體報導之後 我們開始關注 我們期待說未來 像這次這樣的案例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社會安全網 去主動去了解 有更多可能發生這種罕見疾病 他已經沒有 相關的經費可以協助 相關系證程序的協調 這個部分 另外呢 現在呢其實我們昨天 在跟資方洽談之後 現在要特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呢就是說 他到那邊隔離的部分 人不能因為 他那個每十天要打一次化療症 他必須隔離十四天的規範 可以跟資方洽談說 這個隔離時間這個減少 那再來呢他因為就醫的需求 他必須要在十二月二十一號 然後附到日本的中間中央病院 那希望 志方 在這段時間 用最快速的速箭 來協助這個孩子 來拿到時候簽證 可以儘速如期 到日本去進行救醫 把他的生命救下來 也可以讓他眼珠子 保留下來 不會讓他已經看到 每一種世界的孩子 失去最後一個引擎 出請市長 偉大從最後 他前往跟資方的寫出部分 市長請答應 議長謝謝林議員指教 兩個部分 也來 也來 也來放棄 社會團體 一方面是 慈善感 不用 不用